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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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們談談談自閉症群 跟Ascar Disorder 的主要的症狀 症狀其實就是三個方面是最大的症狀 第一個就是溝通方面 就是communication 這個溝通方面的症狀 就是說一般來講 就是說他的口語的表達 或者是written的表達 有的時候也是會有很多的困難 像比如說 我覺得我們在灣區移民家庭裡面 常常會就是說 因為覺得自己是移民家庭小孩 可能就是在語言方面的發展 好像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不太知道 就是說這個問題 他的語言方面比較差一點的時候 是因為他的問題 還是因為他 就是說因為這是second language 所以造成一些困難 然後我剛剛因為提過 就是說因為主要是男孩子很多 或者有這些方面的問題 那我們其實 如果大家家長想一下 就是說我們家裡有男孩子的 不太喜歡寫那個文章 就是english paper 這種方面的 你知道他寫作的時候呢 非常的不便宜 這些方面 其實是我們常常常見的對不對 所以呢這些兒童呢 他們呢對於這些方面呢 你會看到呢 他會有很明顯的 會有很大的困難的 然後呢就是說 我們那個 第二個剛才講的 那是社交方面的困難 然後呢第三個 就是說他有一些 比較是 重複性 repetitive 的一種 行為的一些模式 特別很大的那個問題喔 很大 他看起來呢就是說 他是跟平常的人是很差不多 但是呢 他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他在這個social方面交朋友 人際關係 應對進退方面呢 他跟別人很明顯的 他有一個就是說 低於他同樣年紀的人 的那個水平 他就是比如說他比較不成熟 比較不知道怎麼交朋友 這些方面他都有很大的困難 但是呢 主要就是大家要知道 就是他就是自閉症的一個分 分明喔 就是說 埃茲伯克症的那個病人呢 他語言方面 他並沒有很大的困擾 他的智商發展 並沒有什麼大困擾 也就是我們有可以 有的時候呢就是說 埃茲伯克症的病人呢 他在學校學習 或者工作方面 他其實是非常的好的 也可以喔 學習簡單講 就是說他不需要吃了 只要吃了 這樣子的情況 好 是 然後還有就是他在溝通方面的時候 他情感有的時候 他不能飆動 好像有羅拔 就是說在說話 他那個語氣方面呢 這些都會很僵硬 他就很僵硬 他是自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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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個影片裡面呢 其實談了一點 就是說 很多人呢 不太清楚 就是說 那個埃茲伯克症 很多人的 可能有什麼差別 所以呢 其實呢 第一個就是說 他的那個 嚴重程度 是一個指標 有的時候呢 就是說 不是很重要就是說 好像把它看起來說 他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我覺得呢 比較治療的方式呢 是你是看一條線上面 然後呢 就是說 他自閉症呢 是比較嚴重 然後他每個人的程度不同 然後 然後埃茲伯克症呢 通常跟自閉症比以前 他是算是比較 症狀稍微輕微這樣子 然後呢 第二個呢 就是說 埃茲伯克症 他們雖然有那個 就是說 溝通的時候 會有一些困難 可是呢 他在那個 speech跟智商方面 像我剛剛講的 大概呢 就是說 有70%自閉症的患者 他呢 會有智障的血液的困擾 可是埃茲克症呢 比較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然後埃茲伯克症呢 比較少在公眾場合的時候 會有大聲自己 跟自己說話 然後大笑 這種的 好像呢 就是你會感覺到說 他那個死的腦子裡 會有他自我的世界 比較呢 不會有這種明顯的 這種的問題出現 OK 然後呢就是說 我們下面 上面呢 要讓大家看一下 一個呢 就是說 這個導演 他呢 這是一個美國影片 因為我們找不到中文的 就是說呢 他的這個導演呢 他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呢 是Ascler Disorder 所以呢 他做了一個 就是說 影集 這樣子裡面 那這個 這支影集裡面呢 就是說 大概故事是這樣 就是他那個兒子 就是過生日 所以他們就是說 過生日的時候 我們是要辦個party 就會有一個作物 如果有的人會請一些什麼 小丑啊 來家裡表演一下 或者請一些什麼什麼 來專門什麼方面來表演 那他們先來請的這個人 就是說呢 他是專門收集各種的 那個box 那什麼的 然後呢 這個演員呢 他呢是一個 就是說 大人的Ascler 的一個version 就是說 大家可以看到他 他即使到大 還有一個工作 什麼的 那但是呢 就可以可以明顯 看到他的一些困難地 有些困難地 你可以 Или如果能透過一個文化的物品,你會有在百多五個名字中,那不是比一百多 arkadaşlar,呢,那麼多了 真的會有一個ENCE你們會有伴計策的問題吧 minutes no no clapping will be tolerated 63 kids here there's going to be clapping very bad for the bugs it really is terrible no clapping will make sure there's no clapping we have it all covered i'm going to use your bathroom yeah it's upstairs okay this guy is so cold did you see the bug portfolio 我准备以外部秘密的老NY 我看了我orus 如果他在邀啊 ar 你還在那裡嗎? 對 你還在那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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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好 當然是因為眼淚只要誇張一點才好看 但是就是說 他這個人 他跟這個父母談掉前約 就我來你們家辦這個Party 你要遵守什麼規定 就是說你可以看得到他比較Rigid 就是很多東西按照他的入我來 那你在小朋友的Party的時候 什麼不拍手什麼 這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他就說不可以拍手 那他有很多的那種入我 他是很堅持 你一定要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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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Follow對不對 那他後面這一段就是說 後來是去用廁所 就是說到人家家的用廁所用完去洗澡 這當然是發燥的部分 但是意思是說 他有時候在搜尋場合的時候 他不太知道 有些他的行為是有點脫軌的 不太 就是說跟人家不太一樣的 就是說人家會怎麼想他 或什麼之類的 他有時候都不太清楚狀況這樣 OK 好 那麼 下面我們另外秀一個影片就是說 因為很多華人的家庭會問說 那艾斯伯格陣呢 他們又跟我們平常看的 比較好像內向 不太喜歡說話啦 或者nerdy kids啦 nerdy guys 有什麼差別呢 繼續就是說 稍微再 再 因為這個地方 也更自己進行 因為我們一般中國人 對於內向或是不喜歡社交 然後會把他視為這個個性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怎麼知道 這個他其實只是比較內向 還是說 他確實是一個隱性的艾斯伯格陣患者 對 我覺得就是說 大家要了解 艾斯伯格陣呢 是什麼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整段的這個 觀察的項目 就是第一點呢 就是人際和情方面來講呢 他呢 會跟同樣年紀的小孩比起來 他呢 有很大很大的困擾 交朋友很大的困擾 當然他跟他們互動之間呢 也是非常的不成熟 沒有辦法到年齡的那種點的那種互動 還有呢 即使交朋友維持方面呢 也有很大的困難 所以他如果有長期方面的朋友 他也是很大的困難的 然後我們就是說 他在生活方面呢 就會說 他的興趣呢 他是比較狹窄的 他就是說有特定的 比如小小小朋友 從我們看他 比如說他對於那個火車很感興趣 對 就說 雷果很感興 他會對某個東西很感興 可是他就是 對這個東西 很感興 很窄 他不會說對很多東西有興趣 然後另外也很明顯的就是說 他對於生活的一個規律性 是一種非常僵硬的這個堅持 然後他不但他自己一定要按照這個 Tim來做事 他的家裡的周圍的這些人 都一定要順從他的這個 要不然大家會鬧得很不愉快 這樣的情形 對 然後另外呢就是說 我剛剛看到一個溝通問題 這是一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他呢 語言上雖然沒有問題 而且其實我們給他做IQ Test的時候 他的語言的成績 會比其他項目還要特別的高 所以呢 有的時候一般的人會覺得非常的困難 就是說 那那是怎麼回事 那他語言他其實沒有問題 但是他的用語齁 他的用詞的時候會很僵硬 會跟人家有點不太一樣齁 那說出來的話 只會讓人家有點覺得 上你這樣怎麼接得下去 我們在談這個 他好像表面上看起來 他還是跟你這樣子有點關係 可是呢 你就下面接個上 好有點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說 他們對於一種溝通的時候 然後非語言的這個部分 他有一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比如說 我們講話的時候 要注視對方 他iContent這方面 他會有困難 或者是我跟你講的時候呢 我有一種情感在我的話後面 那他那個情感比較沒有齁 那就是 還有他的異陽頓寵 然後他講話的時候 也將機器放出來的聲音齁 比如說這一類的 這個都是他一個齁 就是說跟別人很明顯不同的一些地方 然後他當然對於更是一些齁 就是說 比如說一些語言之間的 紅一點的含義 那種話 不是很明顯的那種話 那他是猜不出來 你這什麼意思這些 那我不一定 已經可以診斷 因為為什麼他也沒有很大的困擾 對不對 那對於艾斯伯格 這一般來講 診斷是絕對是比較後面的 因為在很小的時候 能看得出來 他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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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是他開了一個影片 已經談了一些這些 社交發展方面的障礙 好 那其實呢 就是說 有一個這個那個症狀 就是說 其實對於智力症群 或者是 艾斯伯格的小孩 就是說 在小朋友的時候 你比較會看到 就是很明顯的是 他的那個 i-contact這方面 是會有問題的 但其實呢 有i-contact 你喊了他的名字 他看著你 可是呢 差不多一兩秒 就 i-contact也沒有了 你又要叫他 這些 在比較小的小朋友的時候 症狀呢 是比較明顯的 然後呢 他呢 對外界的事物 很感興趣 不大察覺 了解別人的存在 的感受 表現出沉溺於 自我的世界中 與人交往 分享和參與活動 較被動 及容易分心 類似 注意力不集中 的症狀 那我舉個例子 給大家講 就是說 譬如說 我們有一位小朋友 他呢 就是 每次呢 到一個新環境的時候 他 這個